今天要聊高考 在这个世界高考总是让我们非常的重视 高考也代表了很多考生和家长的期盼 然后我觉得其实对高考最好的看法和评价 应该来自现在毕业的应届生 他们既有对过去几年的记忆 也有对当下最真实的感受和体会 今年高考报名的人数达到1342万 又是历史性巅峰 而且更重要的是相当于一个小国人口的毕业生 他们面临的是越来越少的专业去适合就业 通过专业能帮助你就业的这一类的选择越来越少 而且这种科目的分属越来越卷 因为曾经适合就业的专业 现在已经不适合 你说这事到底应该怪专业呢 还是应该怪就业 当下的环境下 再多的张学峰也救不了云云终生 这是个概率问题 只有一小撮人在四年后毕业季能够正常顺利的上岸 而大多数人则会落入我们当下已经熟悉的 其他的区间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高考这三年没有必要太过于紧张 如果这个时候再紧张的话 我们四年后会有太多要焦虑的事情需要面对 所以这是一次对心态很好的磨练 今年有1179万应届毕业生 同样创造了历史新高 他们的今天会不会成为当下正在高考的这些学生们 期望四年以后 未来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 今年这一届应届生 绝大多数是在2019年2020年入学的 赶上恰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 今后十年最好的一年 那个转折点开始 之后年年如此 他们是转折点之后第四年毕业的 本来以为开始踏上了行程大海的旅途 没成想 在校期间就已经遇上了乱纪元 刚开始以为 我仅仅躺平就想 现在看 但躺平都不够 甚至得先脱水 才能熬过这个阶段 现在回想2019年 烈火朋友狂妄嚣张 就像大刘在三体中描绘的那样 舰队不停的下水 直至组成了一个舰阵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宇宙中的异地水 大刘那个浓墨中彩的描述非常的精彩 几个瞬间之后 梦醒十分 而今我们在回想当初 大家对未来的预判 是多么的魔幻 根据北大张丹丹教授发表的结论 2023年青年人的失业率达到了46.5% 它包括了那些 非在校但是又没有工作的 在就业市场中观望 等待或者是暂时就找不到机会 不管你管它叫结构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 自主性失业 还是隐性失业 总之这些数据一旦被纳入以后 青年人的失业率达超我们正常看到的数据 从2019到2023年 我们的国考人数一路上升 从137万上涨到250万 但是在2023年 国考的录取只有3.7万人 与此同时 我们报名考研的人数达到了474万 历史性高 2024年 我们硕博生的就业率只有33% 三分之一 比2023年下降了17% 对现在参加高考的这些青年人来说 你的学哥学姐们和你的父母这一辈 对社会上就业情况体会更加深刻 当前灵活就业 显然远比高考要内卷的多 虽然每一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 拿到美团滴滴这样大厂的offer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正在抢夺人工的岗位 消费领域拼多多吊打一切 而在求职招聘这个环节 BOSS职聘则遥遥领先 这两个都是真实能反映当下经济和就业现状的 BOSS职聘在2024年的一季度 月活达到4660万的历史最高数据 同比增长17.4% 而在3月份 在APP端 日活最高超过了5000万 四舍五入就是一个亿 当我们在谈论就业忧心忡忡的时候 此时被刺了我们的居然是日本 那个躺平百烂20年的日本 你能想吗 今年日本应届生的就业率 98.1% 对于多个城市的调研 它的高中生就业率超过了99% 大家要知道 这种数据已经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了 这不仅意味着充分就业 完全就业 而是供不应求 也就是说 工作岗位已经超出了应聘者的数量 然后呢 有零星的应聘者 他选择暂时不工作 不就业 才会有这样的数据 我乍一看这个数据的时候 非常的惊讶 日本的统计局怎么着 你也吸血东建了吗 你这是跟谁想考试点数据吗 但没成想 紧接着我又看到 第一个 日本的法律规定 今年3月份 企业必须给应届生签订劳动 就业的意向 或者是协议 但是就业生可以反悔 找到更好的工作 立马就换 可是企业段 不可以 你必须给就业生提供一个保底的就业服务 第二一点 其实日本躺平20年 本世纪付出的代价 都在这一代人的身上 在他就业的那刻 找回了原本的荣光 由于毕业生的数量持续下降 往前倒推 就是生育率和结婚 持续的下降 他们的前辈 用一代人的时间 用自己的躺平 用自己的不魂不遇 为后面的年轻人争取到了新的机会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日本经济的复苏 也确实带来了更多的投资 更多的消费 更多的就业岗位 很多的日本企业不仅在扩张 而且实大实的提出了第二轮涨薪 设招之后 效招的涨薪幅度甚至更大 而且最令我们没法再去质疑 日本统计局的数据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日本的企业 开始给来应聘的学生 直接发奖金 报销路费都是小case了 邀请你的家人和本人 来厂子里参观 参加聚会 给礼品 一瞬间似乎又回到了昭和时期 上世纪那个泡沫阶段 当时的招聘也是直接发奖金 直接发现金 只要你肯来 新闻报道上 给出最多来应聘奖励的 100万日元 约合4.8 4.9万人民币 你只是来 只要同意签约 立马给签 这有点像明星的那种签字费了 这就是日本当下的就业形势 这个时候会有小将们跳出来说 你这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你这是刻意的对比 我想说我们身处这个时代 我不描述当下 我不描述这个现实 我描述什么时候 难道我有得选吗 你可以问问现在应届生 求职就业中的这些年轻人 但凡有的挑 他会刻意挑现在这个时候吗 别说经历了 我连描述和去听都不忍心 日本的情况 咱先把他的经济发展复苏放一边 确实有一个因素是 因为有一部分年轻人在躺平 另外就是后续的出生率一直走低 导致现在在就业市场上 青年人供不应求 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我们看看 我们要到那个时候 需要等多久 2025年到2027年 我们的毕业生仍然是在高峰 1200万到1400万之间 这也眼前的几年不用指望了 但是有一个鲜明的人口拐点 2022年的时候 我们的人口出生首次低于1000万 出现了负增长 也就是说2022年这批出生的人 在2040年他们会参加高考 到时候高考的人数肯定会减少 大家由此也可以判断 像什么房价经济等等各个因素 根据人口的变化周期 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都将陆续的抵挡 很多人说 我现在就是代价了吗 不一定 等2022年这批学生们高考毕业之后 正好你退休了 那个时候交社保的人少了 那个时候你才真正是代价 而且过去这几年 青年人和应届生的就业收入情况 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 你一旦开始延迟就业就得延迟独立 延迟结婚成价 抚育后代的时间 甚至减少生育后代 不婚不育了 所以在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代人的时间 发展的脉络上 都已经形成了逻辑闭环 清晰可预判 所以说不出意外的话 确实就没有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说到这里 要谈一下对考生的寄予 和我对高考的看法 在你们过去若干年的求学经历中 高考可能是最难的一天 也是你接下来十年 最简单的一天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如何的看高考 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相对公平的筛选模式 还是说依靠定终身的微观视角 我认为在当下的时代已经远远不够了 高考也没法跳脱历史的局限 它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 时代变了 高考的定位和它能达成的目标 或者作为手段的意义 就开始变化 比如说第一点 很多人推崇的考试思维 什么是考试思维 就是有一条线 我只要过了汉澳保守 我只要毕业拿到学历 社会上必然有一个对应的岗位 就业以及社会身份在等着我 考试思维就是不喜欢不确定性 而在当今这个变换的环境下 不确定性已经是常态 可以说应对不确定性 再发挥自己是另外一种能力 而这种能力可能更加的重要 我知道有很多的青年人 在网上会吐槽 招聘企业无良虚伪 面试内卷 一轮轮面完了以后 只提供一个很低的收入 还不给交无闲 还要求加班996内卷 大家说的都对 吐槽的都对 但各位想过没有 市场是如何达成这样的均衡的 咱们反过来再想想 有些国家给劳动者的保障待遇都比较好 是因为他们这些国家资本 更具有善意吗 不是 资本都是逐利的 只不过在那个环境下 一来经济的发展条件相对比较好 第二一个 整个社会的体系制度保障和积累 也比较完善 在那种环境下 牢房和资房才能达成一个 相对共赢的均衡 你们反过来看一下 那些你们遇到的招聘企业 为什么都那样 是因为他们和你们 都在身处什么样的境地 各位要开启第一轮思考 不管你刚刚经历高考 还是已经高考完若干年 我们反思教育 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应该穿透事情的表象 去了解它的本源 从这个角度才是我们教育真正的意义 我们受教育真正的目的 教育一个重要的作用 是让我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再随锅逐流 高考是一种筛选和检验的模式 我们要看明白 设立高考它的目的是什么 而我们接受教育 我们个人视角的目的又是什么 同时要给立志投身学术的考生们 多说一点 人类永远伴随着创新和创造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不盲从 就像兴建第四次成功的发射回收 虽然被压力热搜 但它是人类对星辰大海探索的新的一步 我们要思考的是 是什么样的土壤和条件 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激励 激发这样的创造创新 人类选择征途的起点 我们各位也应该考虑自己起航的地方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生产力主要靠牛马 没想到转了一圈科技发展了 有些地方的生产力仍然靠剥削牛马 可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一样重要的 真正让我们摆脱束缚的 还得是生产关系的突破改善 而不单是技术 没有好的生产关系为基础 技术的突破很难实现 生产力也会被束缚 今天说的很多内容 都是我们个人特别关注的重要话题 但我其实在这里想对各个年龄段的人 最想说的一点 如果你真的有理想有个性的话 我们最不应该推崇的 就是以教育为途径和媒介 把我们自己和落后的生产关系捆绑在一起 我们最大的追求 就是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份子 哪怕跟着喝点汤也能沾沾自喜 考不上进不去 我就痛骂他 一旦进去 我就认为我是人上人 我跟其他人截然不同 这是一种荒唐荒谬的逻辑 可以混饭 但没有必要因此有成就感 教育是什么 教育就是树立一些 更加有先导性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中 不应该推崇这种落后的东西 谈出生人口鲜少 谈就业人口又鲜多 而高考的人数则在中间做筛选 在我们考完的那一刻 我们首先应该摒弃的 就是这种筛选的模式 以及那种落后的生产关系 带来的价值观 给我们划定的人生 掌握自己的自由 为自己负责 而不是依赖和习惯腐朽的旧体系 一边抱怨不公 一边抱怨不公的得利者 为什么不是自己 请问多 zich gern'd 全部地 Americans 加入于小鹜 加入即 cot选 冬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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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здоров方的捧毫